哈囉 各位大家早 今天久迴的平日來騎車 然後我們今天準備一台非常大家 最近很熱門的一個話題車 等一下可以來體驗看看 對 等一下等人都到了再講 然後這一次也 我的帽子 安全帽也把它更新了 這一頂X15 原本戴Rudel今天也是首戴啦 全市線啊SENA就裝上去 對 大家也知道我認識嘛 一開始也是戴電源帽 一期也是加在洞尼亞站 然後想說 來回覆一下 好 我們今天的 又是Kawasaki 對 小康哥 前幾天才去收完全馬力回來 今天就要陪我們跑這個 這一趟開心的行程 阿你這關咧 關 沒來 OK 現在大家都到齊了 我們下一個人看看 好,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在同一間加油站 把油料全部補滿之後 心理想加油站那邊再全部加滿 這樣就可以比較6R跟4R 在同樣一個路段,差不多騎乘的速度之下有沒有差異 最好演出吃 3R 4R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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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剛才在信利箱7這邊補給一下 再來就繼續往山裡面走 再次回到後,再次回到後,再次回到後 哇,平日都沒車,真舒服啊 感覺是蠻好上手的,是啊 很快耶,剛做的兩個便當你就到了 淡腿了 淡在裡面毀了 而且這也太碎了吧 不是,因為你那沒有拔 我買了柴彈爆開了 好,我們現在來騎看這個最近很熱門的車款 DX4R 我之前是忍四的車主 我騎忍四大概騎了三年,騎了四萬多公里 所以應該算蠻資深的吧 然後來跟這個新出的四缸 400cc 比較看看 看兩者的優缺點啊 騎姿也很舒服 跟忍四其實差沒有多少 四缸它那個重量嘛 因為忍四是168公斤嘛 它這個180多 雖然帳面數據看好像高了不少 但是騎起來很靈活 然後這個聲浪 基本上山路就是一直維持在萬轉 運氣非常長 沒有想像中很容易斷油 小騎士說很容易斷油這樣 然後引擎煞車蠻小的 哇,這個進退後排很順耶 哇,這個進退後排很順耶 這後煞好像也蠻力的 這個那時候騎人士都覺得 人士的後煞真的是XX過利益 然後這個離合器的手感 老實說超級模糊 那時候人士就是 它離合器就很輕 它不是很輕,它是太輕 然後這個4R 也傳存到這一點 可能是我公升級騎習慣了吧 哇,這煞車也很好咧 前雙跌還是有差的 別人士也只是前單跌而已 它煞起來的時候很穩 其實大概山路2、3檔 就已經超級夠用了 沒有說要進到4 因為其他汽車也太長了 哇,這個電子油門 反應非常靈敏 它也不會很震動啊 各個轉速率都不會 就很平順 運轉品質很好 旋調也是比較舒服 不會說很硬 硬到會跳這樣 真的是蠻好騎的 難怪這麼多人 場子要訂購 接下來換來是這個 636 上禮拜才剛去收完全馬力 原廠還是有閹割 就可以 好啊 那現在就慢慢騎就好 好 來跟R6比較一下 對,這台沒有快排 跟剛剛的4R比起來 真的明顯 在各個轉速率都有力很多 但我覺得它沒有R6那麼靈活 可能是軸距吧 R6的軸距真的很短 但是它騎起來比R6穩蠻多的 這台的後煞就是 踩下去幾乎沒有感覺的那種 大部分還是要靠前煞 它就是比較穩 前倒沒有那麼快 現在騎起來還蠻像公升騎的 只是低轉沒有那麼有力 需要拉轉而已 這個一般山路其實二檔 騎完全程就太夠用了 然後它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636 就算改款到最新的一代 2.24的 也沒有電子油門 就很奇怪 它還是走鋼索式 它的反應就 沒有電子油門那麼敏感 可是好像有一些人 喜歡這種傳統鋼索式 它覺得那個阻尼不太一樣 那個回饋的感覺不太一樣 我自己電子油門騎習慣了 就比較喜歡電子油門 它就比較親手一點 感覺還是要短的斷框 沒有斷框這個靈活度差蠻多的 在放彎的時候 很high 今天都是四缸的 那個船浪都很爽 覺得它真是好吃 蛤? 想賣了 對不對 我也覺得我騎對來吃 我覺得真的是很好吃 很舒服耶 對啊 然後又很深 它的整體性很高 對啊 它是很兼具舒適的 對它兼具舒適 它不慢啦 講實話 滴轉美麗但是沒有到那麼美麗 它在有跟沒有之間 有跟沒有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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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真的 就是堪用 就我們這樣其實很夠的 就是你會覺得可以用 然後不會就是那種灌下去會覺得 欸怎麼沒東西那種感覺 它也不會頻繁的換檔 因為636其實它現在刷完全馬之後 其實它的動力輸出就是 給的比較直接 我覺得蠻線性的 我覺得直接就是 它不會有空掉的那種 對不會完全 它每一個轉速率都很順 對它就是 對 一直上去一直推一直推 對對對 它之前煙割的時候 是前面會比較空 前面你有一段會覺得 要轉速拉起來之後 它才會衝的感覺 它現在刷完就是 前半段 補足它那個 低轉美麗那種感覺 然後上高轉的時候 它是 不是突然爆的 它是一直線性的 一直上去 對 我覺得差比較多 然後就像你說了 二檔全程就夠了 就是你不需要換啊 因為你只要拉 你氣還沒用完 它就已經要進完了 三路要用完二檔器 幾乎不可能 所以是啊 好玩就在這 就是它拉高轉 然後讓你氣可以延伸上去 拉上去之後 你又可以馬上退 對 然後再躺進去 它有快排進退都有 又很順 完全沒有問題 它收線你可以隨便收 你不用說 就是你大車有時候 你一定要就是 刻意去把路用滿一點 對對對 它不用啊 那你就隨便哪一條路 你覺得可以過 你就下去 走距很短 很靈活啊 就是你下去有時候你太早收 你會怎麼一下就到路欄 你就會過度轉向 對 我們騎大車都 對 你一定要 因為你大車騎習慣 你要抓路線 超舒服 反正我看到路 我就可以 對 那個前提是 它的輪胎 真的還是要換 原廠胎 對 GPR上台真的 還是有一點 不太夠 而且現在那個胎型 4R的後煞是很厲害的 這一點有傳承到忍似的精神 它連進檔都沒有快排嗎 有 它是把它關掉 剛剛我說說 死命勾 為什麼要關掉 它覺得騎三路 它喜歡 手動的感覺 不習慣那個 因為它就是習慣換檔 要收個油 那種感覺 而且我也不太需要再進檔 它換檔的頻率不高 所以它就不太需要 而且它沒退快 它就一樣 要手動 還是要比 對 所以有快排跟沒快排 差異不大 因為像我剛剛 我騎快排已經超習慣了 然後回到這個 我就不會騎 你突然就會怪怪的 我要拿離合器耶 為什麼 你突然要收油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怪怪 我反而騎這個時候 剛開始出去不習慣 對 除非你是像我 就是每天在換不同的車型 才會上去馬上可以適應 但是啊 真的很OK 我也覺得很OK 對啊 很好玩 它應該就是 組了636的 就是沒有換檔樂趣這個部分 對 等於你又有操家樂趣 又有動力 就是你撇開200後的加速 其實它200內的加速其實是 都OK的 其實就是差在說 因為600的特色就是 它的轉速也是很高的 所以你其實你沒什麼機會 平凡的換檔 除非你在賽道 不然你其實一般山路 就是頂多就是 一二三 大概就是這樣 三還不太會用到 除非要有二檔拉到底 我大概到一萬四 就已經很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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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很穩了 這個 剛剛等一下回來 他也要笑了 怎麼他一個 已經睡著了 又怎麼回事 這個下禮拜就要交車 讚 全家配飾了新的636 可不可以他 直接改進去 還沒辦法 看來要等很久 也是要等 對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騎 這還需要講嗎 講出來 還需要講 當然要講 當然要講 這個好騎太多了 至少 好騎 636車主體驗完 時候他說 他想要把636賣了 他覺得是阿 比較好騎 要買一台就好了 跟636比 我不知道636騎 你還沒騎過 試試看阿 636阿 沒有快牌阿 等我們新636車主騎 那我是不是 沒有這樣 我那個636就要退掉了 哈哈哈哈 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告白 沒關係你先試完嘛 試完回來再看要不要退嘛 對 對不對 結果我直接 不然10R好了 準636車主 然後看他騎乘的感想 要不會馬上轉單呢 仿賽實在是很不適合老人 這個很舒服啦 對 那個太舒服了 而且動力怎麼吹都不怕 這好騎多了 好騎很多 真的好騎很多 是不是 我去年2月的時候 我在講的時候 他一點性智缺缺 就覺得 嗯 有嗎 只要有騎過他 不可能性智缺缺 絕對不可能 如果是男人 看到邱主任不喜歡他的話 那就不是男人 這個車有那麼好玩嗎 這個車有那麼強嗎 沒有 可是因為他全馬力的關係 你買那個車一定會刷 沒有人不刷啦 買這個車 這個 不知道 洗澡段就累了 你要想你的車以後 你的車以後就是長這樣喔 你的車以後就是這個形狀喔 而且又很用力的M 你剛剛有沒有拉轉 你剛剛轉速有拉到哪裡嗎 我用2.7而已 對啊 不用拉轉啊 因為根本就用不到啊 哈哈哈哈 在這山路根本就順順騎 你順順騎真的是用不到 就已經夠快了 他馬力一定夠啦 但是這種小山路 所以你現在還會覺得600沒力嗎 不會嘛 600還好 對啊 刷完就是長這樣 但是你沒刷之前 你到時候等你拿到你的636 你再騎 我那個 我頭抬了 哈哈哈哈 這一台現在在山路騎很快 但是可能去直路也是繞賽 看你跟什麼車比啊 你如果說在61 遇到這個車當然是沒什麼 看個人的使用性 對就看你的需求 那如果你要刷直線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H2啦 我覺得 那真的是要買兩輛 你才可以 我這個真的不行 你這樣真的太酸了 我覺得你要直線馬力狗 我覺得還是H2啦 比較快 問就是貼上H2就對了 對 H2啦 這台車就是硬很多啊 他畢竟還是環抱的鋁合金車價 然後再來就是 他這台是S1版 他不是4R 所以他差在哪 差在哪 差在防導球 S1版才有防導球 操控的方面 操控方面是插懸吊 RR的懸吊是那個10R的 所以現在這個 這只是一般的 避震會比這個好 哇 對 幹 賣掉了 耶 你還沒造車呢老哥 他這台其實他就差三個地方 就是差這個熏黑風鏡 S1版是熏黑風鏡 然後多防導球 避震器就是沒有那個 圈殼台灣的系 那這台騎身路真的好介意 而且重點是好玩 因為你可以拉轉 你可以換檔 我覺得他騎起來很有信心 對啊 對啊 而且又適合老人騎 忍飾手把很高一點 比較高 忍飾根本就是 就是不同定位的車 大家都奇怪的忍飾 大家都奇怪 對 這個全部 就是忍者之家 大家都是忍飾前車主 重點就是在它是ZX 忍飾是ZN加400 因為尚乎一樣 對 你看忍650 忍650基本上 你現在要提650嗎 對 你確定現在要提650 不是講好我不提逆風高輝嗎 帶領台灣人民 逆風高輝 算了啦 反正就是 對 就是ZX系列 650沒事啊很棒啊 好車 好車好車 你們也在那個停車場那裡回轉嗎 對 這個要轉 它肚腳小 所以它不好轉 欸幹怎麼轉不會 好車就是這樣 好車就是這樣 這台真的就是大概2檔3檔 我上去的時候是3檔 然後下來是2檔 2檔 沒有你其實3檔有點太多 太多 其實它2檔就可以 但我慢慢騎而已啊 不是啊因為你的轉速根本沒到 你根本不用換到3檔 其實你2檔的器都用過啊 你跟他講說你要改4R 他說他10R嗎 喔沒問題 沒問題 聽錯了聽錯了 4跟10太接近了 沒有越大台的感覺 我本來只是問4R而已 怎麼拿的時候是10R 所以有搞不好日環的時候 你會不會 你如果換新636你要日環 我建議你就是要先熟悉 幾段先練一下 就是你先大概1-200公里先騎習慣 然後再騎長的 比較安全 對 不然你到時候騎不完 你就跟阿福一樣 你差點躺到那邊 應該不會啦 前幾年差很多 以前覺得仿賽騎起來還好 輕鬆啊還好啊 跑車環島那有啥 對不對 我們每個人都這樣騎啊 我跑車也騎了幾圈 有啦有啦 為什麼我會跟你講說 我的最大的願望就是 我60歲還可以騎跑車環島 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能活到60歲 第二個是代表 我還有體力 可以騎跑車 對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 那個人生的一個有沒有 期許 老實講你要活到60歲不容易 真的啊 不容易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都 像在玩秘密 我們都安全 看風景 你不是覺得關係是 世事難料 對 你要有辦法60歲還能騎跑車 代表你60歲的體力是OK的 這台騎天冷一定是好 很好玩啊 很好玩啊 那個路也很好玩 而且這台容錯率還蠻高的 很高 而且就是你比較不會有壓力 一台沒有壓力的車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放手騎 你如果騎了會怕 車比人兇的時候 你會很累的啊 很累啊 真的很累啊 連出門都懶 對啊 有時候你就 不然擺在家裡看就好了 因為一騎出來的車才有用 真的 這樣會不會有點怕 這個嗎 買了之後 結果覺得騎起來就很累 你漢堡不要買 你漢堡先留著 還是你把漢堡換成這個 我可能先領 然後領了之後 這如果有機會來了之後 我再把那個賣掉 如果真的不騎騎的話 也行啊 也行啊 適中的方法 對啊 先有車啊 其實也不要想說虧 虧不虧 636有比4RR爛嗎 應該是說啦 他的樂趣是比較不一樣 我想說 為什麼阿福今天這麼快 原來是因為騎了4RR 是真的很快啊 因為我在後面跟的話也是 你也是不是說有人有人 對不對 你也是要稍微hold著 你不能說喔隨便啦 隨便你跑 我一下就追到 也沒有 你也是要hold著 對不對 那你有覺得你636補好騎嗎 不會阿 他不會覺得補好騎啊 6.1一定是很戰場 他台3一定是那個 他高速彈絕對是他的戰場 一直穩欸 他車價真的很好 所以我那時候 我們不是有那個 10R跟636那一次 對 我們那次沒有騎到 那次是我跟他補騎吧 對這台戰運有加 他給你的信心是很OK 就是不會讓你躺下去的時候 欸幹 縮縮那種的 很穩阿 很穩阿 因為他車價其實他剛性真的是OK 那大麥克風 那後腰變大麥克風 而且我覺得他這一代636最棒的是什麼 他的那個坐墊 他的位移量加大很多 跟以前舊款的差非常多 他以前舊款的 坐墊的位移量沒那麼多 所以我會覺得我身體都是攻著的 會有一個壓迫感 其實他這一代的騎姿我覺得調整得不錯 動力的感覺我覺得也比之前的 以前的舊的636是會有分段 前面會來一段動力 你會覺得他衝一下 然後一萬多轉的時候 再一個動力再衝出來 會有兩段加速的那種感覺 那他現在這個就是線性上去 比較好操控 而且他的好處是什麼 他長得太像人似的 很容易半豬吃老虎 阿虎你叫起來 你繼續往下面 我們要叫他們 這阿虎很漂亮欸 然後開始起霧囉 哇 久違的阿里山 好久沒有買票進來了 我們幾乎很多人都沒有進來過 順利進來這個阿里山的園區了 雲路撩繞喔 有feu喔 你是不是住在這裡啊 你們明天要這個車在 這不是徐啞樹山嗎 對啊 從那裡看起來 那個照片就很好 是不是 小康要先行離席啦 今晚入住的青山別館 哦 有feu有feu 整個霧起來了 各位大家早 現在時間3點50 我們準備要來去看這齣 現在雖然是夏天 白天很熱的那種 但是這裡大概清晨 C12路吧 所以還是要戴外套 三小 要丟不丟 人應該剛才這樣 今天是4點28春 怎麼人這樣10站 這樣還有座位嗎 好各位旅客 早安 我是今天列車長 昨天 有日出 可是日出遲到了 玩了10分鐘 因為他在雲裡面 睡過頭 今天有沒有日出 還不知道 底下沿途會經過早坪車站 還有旅客要上車 再來會經過一個檢疫站 十字分道站 然後是最高越車站 最後就是終點站 還有2451公尺的駐山車站 現在時間4點21分 我們預計4點50分左右 會抵達中點站 這邊走了 那旁邊的也走不進去了 再麻煩各位旅客 車廂的中間移動 謝謝 哇 還沒看我怎麼走進去了 左邊的旅客 直接按壓車廂車門的按鈕 往前推開車門上車 我...我按鈕 我在這個... 因為每個車廂都差不多急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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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走好嗎 抱歉 不精確喔 呃... 還有兩個人在上車 可以再急一下 再往前一下好嗎 再往下 再往...還有一個人 拜託拜託出現 各位猜猜看 什麼飲料最好玩 嗯... 什麼飲料最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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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秒鐘 公布 公布大家 喝剩的飲料 它有個台語的詩音 還行還行 這都外國人 你跟人家說台語 那旁邊要在製造 那旁邊要在製造 台灣的檢查 他們穿著藍白托 這個腳承的 是挺快的啊 這個天不是很亮的嗎 欸... 怎樣?它幹嘛 它用那麼打 哈哈哈 它都在海起來了耶 哈哈哈 剛剛不是喘掉要死嗎 小麗園要往前走9分鐘 現在步道設置不錯 兩邊夠等小麗園觀景平台 還蠻殘的 我們剛看完日出的過程 拍了很多照片 現在準備回去吃早餐 強烈建議要早一點去車站排隊 不用那麼趕啦 穿頭鞋不會暖喔 這厲害 還好啦 沒人找穿頭鞋 沒有錢買貴的 只有錢想35千塊 不好意思我是從85 還很高級 我今天在列車站 用店面 今天這個日出 感覺像在萊塚 可以設定 就像躲在棉被裡一樣 我一直上廁所 是用右手還是左手 我回答 右手 他說 爹兒 你好髒喔 要用衛生紙 我說 好 我會在車上宣導 很可愛 那個小朋友 送他一張貼紙 送他一張貼紙 OK Let's go 嚇死我 嚇死我 好 慢 soup 抹來 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